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他以前怀疑共产党是不是能得天下 可现在大形势他也不是感觉不到 我觉得这次他应该能接受我们劝说 跟我们下山 不好说 袁宝还跟他在山上呢 我不知道 从那以后 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他们的情况 我一点都不知道 你是说从那以后这么长时间 他都没跟你联系过 他是恨我 就因为你没跟他留在山上 那是肯定的 我估计 我估计他也被咱们俩 这不胡彩吗 不过 老虎子能不能下山 可能最大的障碍就在这事上 那你打算怎么办 跟他说清楚 你当时走不是跟我走 是跟共产党走的 他能信吗 你算问到点子上了 他不信 我就让他下山来看看 眼见为实 他看了不就信吗 陆树杰 你是希望我跟他重新和好是吗 不 我没那意思啊 不是 我是说呀 我是说让他来看看 我们之间除了同志关系以外 没有其他亲密的关系 至于你是不是跟他和好 只看你的意愿 没有人强迫你 陆世杰 你的意思我听懂了 哎呀我撑死我了 好 来来来擦擦擦擦 来来给咱 不用我自己来 喂 我这一回来 是不是吓你俩一跳 啊 啊 啊 哈哈 你们俩是不是觉得我都死了 没有没有 怎么到那方面去想 呵呵 爸爸 那你说这么些年 你到底干啥去了 哼 我呀 哎呀 躺着吧 躺着吧 我那年啊 从土匪窝子跑了以后 我有个日本留学的同学 在国民党部队 胡宗南长官首相 那是当副官呐 啊 通过他的介绍 我就到特务营了 当了连长了 日本人被赶走以后 蒋伟园长正在调集部队 准备大举进攻东北呀 因为我是东北人哪 就被抽调到 东北行员陈诚主任手下 晋升为少校副团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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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先前人员 尚锋派我回到咱们这个地区 组织各路土匪接受国军的改变 干扰共党工作 准备迎接国军大部队的进驻 我说这些你们都听明白了 明白 明白 宝啊 怎么说你出息了 当官呐了 当的还不小呢 少校副团长 那是官 那是个官 那是大官呐 哎 宝啊 你说你们那国民党 能干过共产党吗 你看你问这话 我们国军消灭共产党 那就像拿个苍蝇拍子拍文子 啪就拍死 知道我们有多少部队吗 那多少人 咱就不加这地方部队啊 正规军就有四百万 多少呀 杨杨 而且一律是美式装备 这天上的飞机 地上的大炮 海里的军舰 排山倒海一般就要压进东北了 你说共产党那个几个小毛贼 还能经得住这么大吗 国民党一统天下的日子 就在眼前了 你们二老只要配合我 只要国军得了天下以后 你们在太平镇里 从此就是横行霸道 为所欲为 我看谁敢拦着你 有 那么一天吗 有 那么一天吗 那还用问吗 那是老牛回头不吃草 肯定啊 我的妈呀 太好了 宝儿 你说我们这两个老东西 能帮你看些什么 你倒挺守信用啊 又把山下的银条起出来了 还有多少啊 没有了 搭档家的 真没有了 就剩下这几个儿了 我却忘记出来了 没有了 你看 我要是说谎 我天大无论 你他妈老天大无论 我看你将来要选 大金阳 我也挺守信用吧 这半年来 我没为难你吧 没有没有 大东家的和弟兄们 对我都非常好 我感激不尽 对了 我有个事一直想问你 你知道我儿子元宝 去哪了吗 这个我还真就不知道 我上山之前 我还一直以为 他在你们这儿呢 三年前就走了 留下一封信 到现在我也没见到过他 我天天是做梦 梦到他呀 梦念他被人追 被人赶 被人抓 哭着喊着让我救他 反正活到我这份上了 我才明白 啥都不重要 儿子 才是你的命根子 你说人死了以后一闭眼 你能留下啥呀 要留下只能留下你的血脉 我这个儿子啊 是让我最牵挂的 打算假的 这说起来您还是有福气呀 不管怎么着 有一个牵挂的人呀 你像我这儿的结婚人 他没有人牵挂 我也不牵挂别人 你的娘子就是坏事干多了 端子绝孙了 知道吧 是 是 我端子绝孙了 对 你上山前 举的怎么样了 大当假的 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呀 说 橘子和那个姓陆里 早就好上了 你看见了 那个 山田死了以后啊 日本又派了个泰军 什么军呀泰军 日本人小鬼子 又派了个长官叫小权 有一次啊 小权带着我们去桥北山支队 我们是后半夜出发的 那天真抓住不少人 其中就有橘子和那个姓陆 你知道我们抓住他的时候 他们在干什么吗 干什么 他们两个在睡觉 什么都没穿呢 后来我进去了 我一看 这不成样子 这不成样子 走走走走 我这赶紧穿上 你赶紧把衣服穿上 快把衣服给我穿上 穿上 后来他 穿上来 我们就把他带走了 没想到节外生枝 半路上又被北山支队打了伏击 又把他们劫走了 我说的都是真话 我又不说假话 我怕什么雷劈啊 反正你注意点 我看你将来得让雷劈死 气话 气话打到家 照你这么说 姓陆的跟橘子睡了 那怎么是睡了呀 那不得天天睡啊 听你这屁话就不是真话 我再发誓一遍 我要是那么双黄 我那么天大 我救救我 行了 我看你早晚得让雷劈你劈死 酷死你 气话 气话 我说都真话 你老师 你老师 把那小鸟儿菜都拿到碗上啊 周嫂 怎么一大清早去给我们吃饺子呀 橘子说了 出门饺子进门面 你们今天不是要出去谈事吗 人橘子三天钟起来 给你们包饺子了 我咋娘啊 是个心里特别有事的人 又周到又细致 是啊 别要是娶了你干娘当媳妇 那可真是好福气呀 朱师傅 这回 您能跟我们一块上山 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话也不好说啊 你说我那个弟弟 还能把我这个当哥的放在眼里 保虎子 我接触过他几次 虽然身上呢 有废气 但他还是个重情义的人 对啊 我二叔还行 每年过年啊 都叫人往家送钱 从来没忘过这个哥啊 呵呵 反正你们爷俩去了 我就放心了 保虎子不至于对陆书记下黑手 那不能 呃 他跟咱合作过 咱没坑过他 他凭什么对我下黑手 是不是 对就是 是 我二叔是个想道理的人 来 哎 饺子好了 哎呦 饺子好了 快来吃 来来来来 再喝那饺子汤啊 哎 饺子汤来了 来来来 橘子 你一起吃一起吃啊 放手 给他们几个送行 来来来来 小心小心啊 来 我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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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呢是为你们送行 我就以汤带酒敬你们一杯 哎 哎 好好好 来 坐下 哎 祝你们平安顺利 成功 请你们转告保虎子一生 如果他还有良心的话 让他好好想一想 咱们这个镇为啥叫太平镇 老百姓叛太平都叛穿了双眼 他要是不下山 太平镇能太平吗 太平镇要是不太平 他对得起谁呀 他是对得起在镇上的他的亲人们 还是对得起埋在山上他的祖先们 说得好 来 来 干 跑 快醒醒 快醒醒 怎么了 做大事了 出 跑 快醒醒 干 干 干什么呀 这是 快 你干什么 啊 我这睡觉呢 你不是今天说要上山见保虎子吗 怎么了 姓陆的要带着锁头和猪铁匠上山那找保虎子 要说服保虎子下山投降 走没走 说是刚走啊 完了 坏了 让他们撵我钱呢 快去啊 快去啊 我朝小道撵上他们去 快 快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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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走了 不着急了呢 我这又一想啊 他们要是能把他给弄下来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咋又变成好事了呢 你们不说宝虎子是我亲爹吗 宝虎子是不是我亲爹 是你亲爹 是 他不是你亲爹 谁是你亲爹 行了 不管这个王八糕子 他是不是我亲爹 他真是把我当亲儿子了 你不知道 那年上山 他看见我了 眼泪汪汪 那个亲呢 真 真亲啊 真亲啊 这可一点不假 就算他不是我亲爹 他也不知道我这个儿子 是真是假的呀 只要他认性了 这事儿就好了 我就不信他共产党会念紧箍咒 能把他真给孤住 等他下山以后 我就对他小之以情 动之以礼 把他拉拢过来 让他在共产党的内部 叫他个天翻地覆 那 这叫本事 哈哈哈哈 你等国君来了以后啊 知道我立了这么大的功 这上风不得给我加个豆啊 加 加啥豆啊 花生豆 哈哈哈哈 花生豆 哈哈哈哈 跟你开玩笑呢 加个豆就是又生一机关啊 呀 宝啊 那好啊 你这关越做大越好啊 哈哈哈哈 哎 宝啊 嗯 你让我跟你爷俩 往那井里投毒 啥时候去投啊 来 这事儿吧 先等一等 啊 左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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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燕 是玉燕 左偷 他咋来了 你小子 他来干啥你不知道啊 人家来送送你呗 行了 我和陆老师在前面等你 啊 你太当务事了 哎 你咋来了 我去镇上 去拿一些纸和笔墨 准备写标语 听说 你们刚走 我就撵来了 那你 这么追过来 不怕我对陆初纪笑话你啊 那行 那我走了 哎 别别别 开个玩笑嘛 你咋的 大老远追过来 不说几句话就走啊 这个没良心的 咋了 担心我 你去土匪窝 能不担心吗 土匪头子不是我二叔吗 他还能要了我的命啊 那我也担心 担心 那咋办啊 要不然 你跟我一块去吧 行啊 走 嘿嘿嘿嘿 我逗你呢 哎呀 玉岩你听我说 啊 这么重要的任务 没有你的事 拿能随便去啊 你放心 踏踏实实在家等会 我保证毫发无损的回来 行吗 素头 等你完成任务回来 得办一件大事啊 啥大事啊 你赶紧把我给娶了呀 还等什么时候 哎呀 妈呀 你不害臊啊 你比我还着急啊 你说什么话呢 啊我着急 你不着急 是不是啊 你不着急就算了 当一辈子光棍吧 我 我出家当尼姑 这这这这哪行啊 你这么好看的尼姑 我怕庙里的烟火 把你给熏黑了 行了 别开玩笑了 放心吧啊 等我完成了任务回来之后啊 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选个时间 就把婚给结了啊 行 回去吧 那你小心点 那我走啊 小心 嗯 小心 小心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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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片菜 这行呀 奇怪时光搬到咱们那去了 咱们呀 一定要把伙食抓好 让大家伙去买的 放心吧 因为我这老换勺子 在这绑着 差不得哪去 这么新鲜菜一顿 大家伙包装来吃 宝儿 出什么事了 吓成这个样子啊 我让我那个娘给看见了 你让橘子看见了 洛书 要你先别伤 我上去看 万一脱肤打完枪了 不用 咱们没带武器 对他们构不成威胁 他们不会放你 我走了走 快 干什么呢 我把这局一来 我不许开枪啊 我是朱铁匠 我是你们大当家的哥哥 我谁要开枪 我让我弟弟拧断他的脖子 哟 大哥和侄子来了 还有陆大人 说我配话 赶紧带我们去验你们大当家的 这没啥说的 可我们山上有我们山上的规矩 甭管是谁来了 就是亲娘老子来了 也得先绑上把眼睛蒙上 我们才能让他上山 我们是猪啊 还得绑上 还把眼睛蒙上 我看你们谁敢 走走走 不管 大哥 你这可就不图规矩了 你要是硬往里闯 别说兄弟们六亲不认 敢 我看谁敢开枪 那个人 朱师傅 既然到了人的地盘了 咱就守人规矩 来 绑吧 哎 这不 他能认出你了吗 认出来了 肯定认出来了 他要不认出我 他能跟着马车跑那么远吗 那能不能没认准呢 认没认准 他不看见我了吗 你火什么呀 有话慢慢说呀 哎呀 你说他又是认出我来了 那就完了 等那个姓路子和锁都一下山 他跟他们一说 然后来个全镇大搜查 非得把我抓起来不可 不 那怎么办呢 我我哥跟我侄子都搬出来了 对呀 一下来了三个人 他们来干啥来了 那还用问吗 肯定是来劝祥的 你告诉他们 让他们回去 我不下山 让他们别打我主意 大哥 你要真的不想背招安 依我看呀 不如就把那姓路子给做了 他们就不会打咱们主意了 多了 多了 好 那多了 得嘞 你在这儿 咋的了 你还有啥事啊 不是大哥 我知道你恨那个姓路子 恨得咬牙切齿的 但也不能太义气用事 严守共产党已经夺了大半个天下了 咱要真把姓路子剁了 把共产党惹恼了 那非把咱们平了不可 你别看日本人咋敢惹 共产党真惹不起呀 他们神通太大了 喂 他能有什么神通啊 老百姓拥护他 那就是神通 古书上说的好 得名心者得天下 得名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不听你说 大哥 别犹豫了 把那姓路剁了就得了 老二说的有道理 我是恨那个姓路的 毒气之恨嘛 非他们说出来 行 你说咱们哥仨在山上 虽然说成年六辈子钻山钩 但咱们毕竟是山带王啊 天管不着地管不着 见了皇帝咱都不磕头 只要是下山那就完蛋了 那得看人家脸子啊 听人家吩咐 我怕那种日子 咱们过不了啊 再说了 咱们兄弟都吃喝漂堵惯了 我怕他们也受不了 那肯定受不了啊 不是 大哥 咱还能当一辈子土匪啊 现在是还年轻 体格还行 真到五六十岁了 跑不动颠不动了 咱还钻山钩的 再说了 咱那几百号兄弟里头 有好多都是有家有口的 等共产党夺了天下 那天下就太平了 谁不愿意回家过太平日子 还有人跟他干吗 我说你想那么远干嘛呀 活一天算一天呗 你活一天算一天 弟兄们跟你一样啊 谁他妈不要我就崩了他 去去去 崩起来 崩起来 你一天崩了这个崩了那个 你就知道我崩了 除了崩了还会啥 咋的啦 你还别僵我 我就僵你了 咋的 行了 人家懒俩人 你俩先掐起去了 老三 把我哥跟我侄子找过来 我听他们咋说 完蛋了 这天老三 我心里都明白 我啥都明白 杀了他 不是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 你刚才讲了 那个姓路的和锁头一下山 他把这件事情 一说 你还有地方跑啊 我看哪 不如趁这个姓路的梅下山 把橘子杀了 谁去杀呀 怎么也得你去呀 你说就凭我们两个老家伙 还没等去杀他呢 他就把我们俩给杀了 对对对 你们两个老家伙 可真能出主意啊 让我去杀我亲娘 我就再无计我能杀我亲娘吗 啊 你们这是什么主意啊 你们两个人 不会要借刀杀人吧 哎 他是不是我亲娘啊 你说这么多年 你们都把我搞糊涂了 一会儿说我爹是富贵 一会儿说那个山上的大土匪头子宝虎子是我爹 到底谁是我爹啊 就那橘子他是不是我娘 我还告诉你们 自打我长大以后 我就从来没觉得保虎子是我爹 橘子是我娘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你问我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觉得 觉得 觉得你懂不懂 啊 觉得 觉得 怎么是觉得呢 不懂 行 我也不用你们懂 你们现在就告诉我 谁是我爹谁是我娘 你们要是不告诉我 那就是共产党马上把我抓去毙了 我也不可能去杀那个橘子 他又真是我亲娘呢 他不是你亲娘 他不是你亲娘 那谁是我亲娘 谁啊 说吧 老不正经的别瞒着了 全都说了吧 快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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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是我大哥呀 这可有一阵没见你了 还给我想死你了 这小兔崽子也来了啊 来 请 哈哈 请什么请啊 早啊 请坐呀 我们不坐 你到底放不放陆书记 你要不放的话 我和我爹还回去 我们回去陪陆书记去 看来你跟陆书记的感情挺深呢 咋的 比跟你二叔我的感情还深呢 你这是不讲道理 陆书记领着我们上山来找你谈 你要有诚意咱就谈 没诚意咱就走 你把人扣起来算啥事啊 算啥事啊你这是 那小王八蛋 还越说越来劲了 在家你可以叫我小王八蛋 但今天在这儿 我就是太平崔武装部的部长 你不是大当家的吗 咱们公事公办 我今天问你句句话 你到底放还是不放 我不放 怎么地吧 那行 站住 小子 敢跟我们大当家的这么说话 不想活了吧 你要是敢往前走办 就一枪崩了你 一开啊 崩了 你 我这一案不中你 你碰我 我就不信你打算我 把我放上 我 站开 坐开 别拉我 我看你们谁敢 别拉我 谁敢动我儿子 谁敢动我儿子 我给他拼拼 等我住手 我妈的都疯了 这他妈是我大哥 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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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妄把丹 自打你上山当了土匪 我就日夜地挂着你 夜里只要是枪一响 我都睡不着觉 你当土匪是当痛快了 我为你操了多少心呢 居哥为你操了多少心 早知道你这样 你早死了算了 你早死了我们都安生 共产党真厉害啊 能让我所有的亲人 跟我不一条心 我佩服 我服了 我服了 行吧 哥 来 把那个姓陆的给我带来 带姓陆的 大哥 请坐 铁匠老婆是我娘 谁是我爹啊 我 我 我是你爹 我是你爹 你是我爹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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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爹 这不全乱套了吗 全乱套了 你怎么能是我爹呢 不 我是你爹怎么了 我就不能是你爹吗 你不是我爷吗 怎么突然小一辈啊 你坐下 你坐下 这事逼到这份上了 我也顾不上我这张老脸了 你有脸吗 啊 你有脸吗 呸 是 是 我 我没脸 我 我没脸了 有没有脸是你的事 你快说我的事 我是怎么回事啊 行 就算我是你和铁匠老婆生的孩子 那后来橘子怎么成我娘了呢 啊 老虎子怎么成我爹了 不是 你能不能听我慢慢的讲 催催催 好 好 我坐下来 慢慢听你们讲 你们这些烂糟的事可够精彩了 你是知道的 咱们贺家呀 咱们贺家呀 你奶 不是 不是 就她吧 她这辈儿 只有她这一个女的 没法传终接代 我呢 就入了罪 也就是倒插门 倒插门你懂吧 这我懂 你往下讲 往下说就是 到了我这辈儿 生了两个孩子 这你知道 一个闺女 金枝 一个傻儿子 死那个富贵 原来没形式 富贵是个废物 她长到十八岁那年呢 赶上咱这一带闹饥荒 我们用了四百斤苞米 给富贵换了个媳妇 也就是你那个假娘 橘子 可换回来之后才知道 这个富贵啊 不光是个儿没长大 什么都没长大 什么都不会 就是个废物 后来呢 橘子就和啊 后院的薄虎子好上了 我们俩一合计 也行 就算借她的种庸庸呗 全当是富贵的能耐 那薄虎子 还真有两下 真让橘子怀上了 可就在这功夫 我和后院铁匠的老婆 也有了孩子 一年之后 同一天晚上 凤娇生下了你 橘子生下了锁头 锁头是橘子的儿子 你听我说呀 就在那天晚上 她在后院放了一场大火 想陷害薄虎子 我就趁万活虎的时候 把你和锁头给换了 从此 锁头就是凤娇的儿子 你就是橘子的儿子 怪不得那疯婆子一见着我 就说我是她儿子 这看来我真是她儿子 那后来宝虎子 怎么成我爹了呢 橘子也不知道你是我儿子 他一直以为 你是他和宝虎子生的孩子 所以他就告诉你 宝虎子是你爹 这你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我冷得点瞅着你这个老爹啊 我有点不太习惯哪 你说他们干这些事儿 恶不恶心 恶心 这么说你早知道这件事了 知道挺早的了 那我奇怪了 以你的性格 你怎么能容忍我这个假孙子呢 我不是寻思 别人都不知道吗 不管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这脑门子上顶的都是我们贺姓 我们贺家要传宗接代 靠的还就是你了 我也就认了 那认得还挺冤的 这 这回都听明白了吧 明白了 爹 我的妈呀 零零叫我爹我真有点不自义 从今往后就改了吧 叫他爹叫我娘 别叫奶了 辈儿不对 明白了 明白了 这回这辈儿啊 总算是弄对了 听明白了好啊 听明白了这回就能下手了吧 是想不做 QQ 然后我决定的 発仇 去月球 你决定的 和你决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